大家好,这里是高校办公,从新手到高手之,我的小技巧片 有小伙伴在使用尾柱插入参考文献的时候 在插入第一篇参考文献之后,会发现有一条短的横线 如果参考文献跨页了之后,会发现在跨页的地方还有一条长的横线 这些横线既无法选中又无法删除,这其实都是尾柱的标记 但是在一般的科技论文格式中都不能有这样的横线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选中这个横线并删除它 首先第一步是点击视图选项卡 在视图这个功能组里面,我们把视图切换成草稿模式 第二步我们回到引用选项卡 然后在角柱这个功能组里面单击显示备注 这个时候呢,我们发现文档的下方就出现了尾柱的编辑栏 接下来第二步呢,我们就是点开这个下拉三角 首先我们选中这个尾柱分隔幅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这里头就是可以选择了 这个呢就是刚刚参考文献后第一次出现的那个短的横线 我们按住删除键把它取消 第三步呢,我们再次点开这个下拉三角 我们点击这个尾柱延续分隔幅 这个就是跨页之后的那个长的横线 我们继续把它删除 三步操作之后呢,我们再回到视图选项卡 我们把它切换成页面视图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文中的这两条黑线都已经顺利的取消掉了 好了,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内容 这里是帮你解决燃眉之极的小技巧 咱们下一节课再见